你好 欢迎收看1730台风快报 我是陈珠奇 苏拉台风行径多变化 在过去12个小时之内2度登陆台湾 除了今天凌晨3点20分在花莲秀林乡登陆之外 刚刚下午2点钟左右 再一次的在新北市共聊的三雕角2度登陆台湾本岛 并且随即减弱为轻度台风了 究竟台湾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暴风圈 哪些地方应该要特别提高警觉呢 在今天的新闻快报一开始 赶紧来请教我们的气象专家 彭启明博士 博士好 朱姬晚安 大家晚安 是 博士我们看到您为我们呈现这个画面 似乎是跟洪水有关 是不是跟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最应该提高警觉的有哪些地方呢 好 我们一系列给大家做报告 你后面上面看到这张图是新北市 新北市来说的话有几个大河川 基隆河 淡水河 据的水利专家告诉我说 这个是这8年来 仅次于纳利台风最高的水位 也就是说在新北市来说的话 所有最高的水位里面 所有最高的地方 全部被淹掉 原来这个平常都可以走的 或是车子可以走的地方 全部都满了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还好过去这几个小时 在新北市的山区 雨量有明显减缓 但是过去来20小时来说 大概下了500多左右 所以其实提醒大家 因为这个雨带会北上 对新北市来说的话 因为很多地方 吐石已经饱和了 虽然希望说它的雨不要那么的多 但是这个其实已经在一个临界点之上 大家要很感恩 但是也要特别的提高这个警觉 因为新北市台北市 这个都是一起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水位那么的高 还好 这次真的是还好 非常的幸运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风的整个最新的动态 事实上各位来看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丹瑞 这个叫大陆来说的话 他们叫做达瑞 达沃 达沃台风 这是今年第10号的台风 现在它已经变成是一个中度台风 而且各位看得很清楚 它的暴风也清晰可见 预计呢 很快的 它走得非常快 跟我们这个苏拉来说的话 大概快了三倍的速度 所以原来它在这个地方 结果用冲的赶进度 现在已经濒临城下 在江苏跟山东的中间的地方 可能会登陆 这个是中国建国以来 是大概60年以来 最强的这个台风 侵袭这个长江以北 所以这个呢 其实后面要非常关注 这个呢 雨可能不是很大的重点 但是这个风 可能对中国这个东岸来说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 过去没有那么强的台风 现在来一个这么强的台风 中度台风 对当地来说的话 恐怕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这个要提高警觉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台湾来说的话 这个苏拉台风 明显的已经缓和 但是变成倾铺台风 它这两个来说的话 由于这个已经 拼臨陆地 所以大致上 不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来说的话 这个苏拉台风 正在往北当中 预计呢 明天白天的时候 就会在福建 跟浙江的这个附近 两个省的交界的附近登陆 所以这个来说的话 也会对中国这个内地造成影响 特别是进去之后 恐怕中国的南方 东南各省呢 因为这两个台风的夹击 后也影响了 非常值得关注 那接下来呢 各位来看 后面还有一个 这个呢 是已经是一个热带的低压了 预计呢 很有机会 在明天的时间 或是到后天的时候 也会生成今年第十一个台风 这个时候呢 就像是连环抱一样 就连美国 现在也有一个 可能会生成巨风的一个样子 现在在夏天的时候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台风 非常旺盛 会冒发的时候 那如果它以它的行径来说的话 也不排除它会整个跑到我们这个东亚 靠近这个台湾东岸 或是北一点点这个地方 所以后续呢 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 要注意各方面的资讯 那回到我们来看我们台湾的资讯 其实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台风它已经在台湾的北边了 预计呢会很加快速度 大概明天早上的时候 大概最快一点到早上的时候 慢一点在中午的时候 就会在福建跟浙江附近登陆 当然啦暴风前要远离的话 各位看这个图也很清楚 就是要等到明天上午之后 但是基本上它的结构已经减缓了很多 我们可以来看它的雷带回报图 其实目前来说的话 它整个余带的 其实西半部就要特别注意 台湾在这个地方 其实整个西半部 特别是中部的地区 这个余带不断的移入 还好是北边这边呢 没什么太多的水气 这边呢是比较偏干的 所以它补充的水气来说的话 补充的没有那么的强 所以慢慢慢慢随着台风北上的时候 其实它会下雨 但是这个雨带呢 并不是我们过去熟知的 像西南气流这么强的雨 会下雨但是不会太强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放点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的这个变动 其实我很感恩 其实这个台风呢 在花莲下了那么大的雨 撞得到花莲秀林的地方 让它结构很大的破坏 不然来的话 它如果说今天早上的时候 如果是从北部过去的话 它的结构会非常完整 所以对于整个新北市 或是台北市来说的话 这个重创可能很难想象的 所以很感恩着 有一天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因为地形的关系造成一些影响 那现在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地形的关系 对于我们西班部造成这个雨势 恐怕还会大概下 很多地方会下 最多大概两三宝 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那各位看到这张图 很快的就知道说 明天的情况 就是这个台风走到中国内地 对于中国南方造的影响 所以很快的 然后明天走了之后 预计呢下半天之后 很快就会放行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放点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现在的雨的部分 已经到达中部的部分 中部来说的话 这个雨会慢慢的往北台 这都是新下的雨 特别是台中 苗栗 新竹 这些地方都要稍微注意 那北部来说的话 也要留意 虽然说可能不会下那么的多 但是这其实 再加上这一点雨 因为原来已经下很多 还是要提高警觉 我们来看未来这几天 会下雨的部分 今天晚上还是要注意 因为这个雨带会慢慢的北移 今天会下这么多 明天来说的话 预计会稍微缓和 到了下半天会缓和 接下来周六这周日这两天 应该变成可能是午后震雨的一个机会 所以回过头来 最近的风还是很大 风强这个雨大 这个部分来说 相对平常时间还是稍微强一点 所以请大家 还是尽量减少出门 我们最后给大家建议 这个入夜呢 要提防暴雨 这西班部的部分 虽然说这个雨量呢 其实可能不会那么的多 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持续的降雨 那另外呢 北部的山区已经很饱和了 再加一点点压力是很大的 那另外呢 请大家特别注意 就是不是假期 这是一个停止上班上课 请大家减少外租 避免一些意外的灾害 请大家一定要警戒 那明天来看的话 会逐步的缓和 但是就要留意下一个台风的影响了 好 谢谢博士 刚刚就延续您的话题来讲 要上班上课的这个问题 是说明天礼拜五 已经是这个礼拜 最后一个工作天了 但是就您的分析来看 明天是否 全台应该都会恢复 正常的上班上课呢 对 以目前的所有的气象资讯 掌握来看的话 明天白天的这个风势 或是雨量 应该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准备一下 除了注意家园之外 也可以开始准备 明天可能要上班了 是 当然明天的交通动线 大家出门到工作场合的路途上 还是要特别小心 博士再请教一下 我们刚刚说到数据 告诉我们说 像在宜兰的太平山 四天下来累计雨量 已经突破2000毫米了 所以接下来要警戒的地区 除了山区之外 平地呢 平地是不是还要警戒 其实台湾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 特别山跟平地之间的陡 非常的陡 所以这个雨是非常的快的 大概一两天的时间内 这个其实河很快 就会宣泄完毕 但是今天来说 今明两天 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 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因为今天来说的话 我把这个雨量呢 贴在这个微博上面 很多大陆的网友 因为刚好我去北京 北京来说的话 它这个之前 下了100多整个城市 北京城变成北京这个水库一样 他们就说 如果这个雨同样搬到北京的话 北京可以潜水艇进去了 所以这个特别提醒大家 我们非常感恩在台湾这边土地 因为我们很多的灾害 所以我们的排水设施特别的好 但是特别提醒大家 现在一定要提高警觉 因为这个水呢 河边的水 如果你有空 当然不要去看啦 我们看我们的影片就知道 这边水位的水 真的已经很高了 所以请大家 没事的话 尽量减少出门 要注意居家附近的各种的情况 好 博士那我再追问一个问题 您刚才也提到说 两个台风很显然都横着移动的 要准备往中国大陆前进 那尤其是北京才刚刚遭受到 这个大水患的重创 所以整个中国大陆 哪些地方是需要提高警觉 因为我们台湾跟大陆的往来 现在相当密切 我们也提供给台湾的观众朋友 如果准备到中国大陆 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 好 总共有四个省份 明天有四个省份 就是福建 浙江 然后还有江苏 往山东 这四个省份 但是到了后天 因为这个台风会往内陆走 所以整个来说的话 整个中国东岸来说的话 我相信 我相信 整个飞机会被延迟 或是说产生一个 类似过去这么大暴雨的情况 应该是蛮严重的 因为各位知道其实因为整个中国 特别是北方 他们比较不熟悉这么大的台风 也比较少经历过这样 南方这个台风虽然也很平常 可是这次来说的话 是往浙江附近往上前进 所以预计会对中国的内地 特别是湖南 或是对长江流域 前一阵的这个地方都有明显暴雨的水患的 所以这个区域呢 其实整个中国的东岸 未来呢 真的要特别提高警觉 要该做好一些准备了 好 非常谢谢彭博士 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这两天往来中国大陆的话 在江苏 浙江 福建和山东 这几个城市 要特别特别注意风雨的状况 当然也提醒对岸 在这些的观众朋友 特别做好各种的方台措施 非常谢谢彭博士详细的解说 在稍后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 从晚上的1830 6点半钟提早为您播出 我们还会再次的邀请到彭博士 在现场为您做更详尽的 有关于台风动态的解说 接下来我们回到台湾 沿着台湾地图 我们要一路带您从北往南看 看看整个台湾 我们是如何度过风雨的 这一整个夜晚 我们先从北部开始看起 大台北昨天晚上 如果您住在这里 会知道一整夜是狂风暴雨 新北市包含了 三峡 五谷 新庄 新店 都传出淹水灾情 我们先要带您看的是 大汉溪 大汉溪水爆炸 抽水机根本来不及运作 五谷的大水是直接的灌进了民宅 一夜狂风奏雨 淡水河无法宣泄 水位越积越高 几乎把桥墩都淹没 五谷低洼区的狮子桥头 因为暴雨加上涨潮 桥旁的侧沟 从清城开始 就不断冒出涌泉 无法宣泄的水 只能直冲到一旁更低洼的住家 是马上淹起来的吗 对啊 东西来不及搬是不是 因为它那个就是涨潮很快 这桥本身是一个爱口 所以尤其放到满潮的状况 它本身的整个桥面跟那个水位 之间的那个高差已经非常的小了 从一号晚间就有抽水设备进入待命 八台抽水机运作 才把积水面积与深度给控制住 同样沿水镜头转往新庄 堤防外头的大汉溪水位迅速上升 机关水门抽水机从没停过 还是赶不上河水浸流速度 直接遭殃的就在堤防内的封年街 这边啊 七点多的时候沿到这里来 对啊 七点多啊 那这里有没有急急赶快通知大家 有啊 没有通知大家水都灌进去了 水淹高度一度达到膝盖 左邻右舍合力救出一台又一台泡水爱车 面对七八年不曾淹水的家园 居民无奈 俗拉威力 又让他们回想起淹水噩梦 你说应该不会淹啊 就知道这是突然淹 水来得太猛太急 水门原有的两个梳红管道 无法在第一时间发挥功能 紧急调派抽水机进行抢救 才让当地积水危机在三个小时内顺利解除 而居民也度过一个有惊无险的台风天 大爱新闻专阵与国伟拍不到 看完台北我们再往新竹看 街市乡是过去两天以来累积雨量非常多的地方 头前膝暴涨造成有民众受困沙洲 出动了25名救难人员 还有8辆消防车才把民众安全的救上山 但是昨天傍晚也发生了很多的溪水暴涨的状况 我们的记者带我们走访新竹 现在您所看到的是竹北市头前溪 因为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起超大豪雨 造成整个溪面河水暴涨滚滚而下 现场可说是显向还生 强劲水流夹杂大量吐湿 波涛汹涌 画面一转竟发现有位阿伯受困沙洲 身旁还有爱狗 湍急洪水几乎要淹没情况岌岌可危 在坚持那山里面下太大雨 然后它主要留意是在投岩溪这边 所以上游下大雨这边的话就随为一下暴涨 早上的7点04分的时候 有接候到那个募集的民众 他说有募集到我们这个投城溪 比较靠那个中山高速公路 这个位置点 有一位受困民众 很慌张的在那个沙桌上面 消防队员紧急出动 沿着将近四层楼高的自来水管路 冒着风雨利用垂吊方式 陆续将三只小狗和人抢救出来 他本身是受困在那个沙桌的末端的部分 那整个那个投城溪 当时的水位非常的湍急 所以我们就先用那个抛城枪 送那个救生衣 给它穿上 沿着阶梯终于顺利脱困 整个过程历经三个小时 救难人员也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点了一整晚的雨 阿伯脸色略显苍白 没办法就来就没办法出来 你是昨天几点发现猪子来了 昨天傍晚的时候 你来这边做什么 那边做菜 苏大台风暴风圈笼罩整个北部地区 造成山区降下好大雨 有媒体采访车在采访途中被落石砸中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提醒您为了生命安全 台风期间避免前往危险区域 也减少耗费社会资源 在往南部走看到的是南投水里 画面中我们看到整个溪水湍急 冲进了明宅不断地在逃空地基 附近的军民非常的激动 进行了紧急撤离 但还是传出了零星的灾情 有三位保全人员一大早就受困在 陈友兰西的沙州 也是出动了消防队员 紧急救援才保住了三条新民 这里是雪里山的水性路 透过镜头可以看到 明宅的后方出现了一个小型的瀑布 现场就像是湍急的溪水 不断地往前冲刷 身壁雨水夹杂土石 不断往下冲刷 整条水性路仿佛出现了湍急小溪流 有居民故步的危险 穿起了雨衣 就在风雨中抢救家当 这水浸多了 面中都没空 岗子都没空 水性路沿途有好几十户民宅 看到家门口变成小溪流 居民纷纷跑出了家门 但却只能忘水心探 这山崩起来就好走 旁边水到那里 它算排水不好 都没经理 垃圾就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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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真的很无奈 有居民的住家已经淹水了 大人用本机小孩拿水桶 全家出洞就是要把家园清干净 只是就算双手再怎么快 也赶不上淹水的速度 可能是那个上面那个水沟堵住 堵住然后那个水都没办法通 就进到家里 风雨持续 居民不敢松懈 而消防局也再度呼吁民众 现在风强雨大 为了安全起见 请民众做好方台措施 大海新闻消失庭李岳伟南投报道 再往南部看高雄市呢 也是因为大潮发生了海水倒灌 昨天晚上整个高雄市就夸起了非常强大的阵风 到处都有零星的积水 主要的原因并不是雨下的太大 而是海水倒灌 高雄市也发生了零星的阴架倒塌 清洁人员一大脚就出动了开始整理市容 强劲的风势把一整排的铁皮围梨吹倒 就连工地阴架也被大风给吹垮 帆布招牌整个被掀开 民众门前的盆栽货停靠路旁的摩托车 几乎无一幸免 统统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 在那东西都挂在那个沙发椅子都挂到那个地方去了 就吹到那里 我把椅子都吐回来了 全部都东倒西歪这样子 市区满目窗移 路树被折断的树枝可说是难以估计 环保局清洁人员疲于奔秘 有多少围啊 有围啊 我这广告都变得过来 这是树叶岛的 满目窗移啊 满目窗移 满目窗移对对 所以我们要尽快要恢复市容 所以现在可能要工作一整天 对啊对啊 我们要全部要把它整理好啊 还可以抢救的路树 清洁人员也赶紧出动吊车进行辅证 就连台电人员也不敢马虎随时检修 由于现今正值大潮 布奔地挖地区出现了海水倒灌积水情况 而南部虽未出现强烈雨势 不过提醒民众千万别掉以轻心 大学会选宁甄瑞平高雄报道 同样在高雄 刚刚我们看的是市区 接着往海边走 在高雄林园地区很多的民宅就盖的 其实离溪水 河边非常非常的近 只有一百公尺左右的距离 一旦海浪大一点或者是河川溃堤 或者是这个小坡块没有发挥作用的话 民宅就岌岌可危 因为他们就在海岸的第一线 说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在高雄的海边可以感受到明显风势 不过在林园这个地方 居民担心的不止风的问题 还有海水倒灌 理想形容沉默中的小坡块 就是眼前在海面里 忽影忽现的黑色物体 原本应该相隔30公尺 就会有小坡块群 一共6组 但是在海浪的冲刷拍打之下 几乎已经看不到 而它抵挡海水的功能 也让居民担心 民宅距离海边不到100公尺 如果小坡块真的无法发挥作用 只要台风来 居民就会心惊胆跳 能不能早日完成建设 就希望政府单位能够看见他们的需求 大海新闻主任萧红树高雄报导 这次苏拉台风虽然没有在南台湾 带来强风大雨 但是因为这一两天是农历的食物 尤其今天是逢大潮 所以住在海边的民众 都要特别的研发海水倒灌 好比说屏东东港也是地势低洼 加上临近海域 所以在东港的福德路一带 今天一大早 淹水已经淹到了消退度 这里是屏东东港的福德街 那么因为呢 海水倒灌的原因 附近的是几户住户的庭院 都像这样子呢 有淹水的情况发生 在淹水里面没有 在淹水里面应该靠白了 有 今天就会脱了 因为靠近东港西 地势低于海平面 堤防又不够高 只要遇上农历的 初一十五长潮 就会发生海水倒灌 居民抱怨连连 一块这两次 海中 海中 水也淹进了民房 积水大约有十多公分 但这个问题一再发生 已经淹水淹到派的居民 只好出动了抽水机自力救济 虽然输到台风 没有为屏东带来明显的风雨 没想到却遇上了大潮 让他们无奈地度过一个 淹水的台风天 大约新闻 林国新王昭中 屏东报导 同样因为低洼而淹水的 还有台中市的太平区 这里不只有民宅 还有很多的工业区工厂 同样都因为地势低洼水 今天一大早就灌进了家门 很多停在马路上的车辆 也通通都泡汤了 还有在台中通往南投的台21线 也因为积水非常严重 多处中断 风势强劲 广告大招牌拦腰折断 雨势过大 低洼路面严重积水 车子冒险涉水而过 停在马路边 整排的车辆 水位淹到了轮胎这么高 好大雨下不停 台中市太平区 有好几个地方严重积水 都像现在这个样子 分不清楚是马路还是水路 水已经升到了膝盖的地方 很多民众都担心 这个大水会淹进家里 赶紧用沙包来挡水 水还没淹到的 忙着用沙包挡水 水淹进家门的 赶紧把水清出去 实在是伤透脑筋 有些更低洼的地方 住家整个泡在水里 床铺用空行砖垫高 柜子搬到高处 还有一整排的箱子 往椅子上堆高 我都会泡水 变得好就泡到 像这块的好都会泡到 所以踩管比较安心 踩管比较安心 镜头来到南头 同样因为大雨影响 多处路段出现积水 甚至还有落实现象 这里是台21线 通往信义的道路 通过镜头可以看到 整条马路已经变成了水路 淹水深度大概有一个轮胎高 车辆根本无法通行 道路受阻 许多用路人不知情 只好暂时把车停在路边 等待状况解除 现在路不能过耶 不能过喔 那没有办法啦 那我只能在这边等 或者是要回去水里啦 好大雨下不停 山区土石脆弱 提醒民众最好少到危险区域 保护安全 大爱新闻台中南投 综合报导 另外一个山区我们要带您看的是台南的七谷 中午也是因为大雨过后就传出了淹水灾情 山区的雨势较为明显 也有很多道路不通的状况 车子行进台南市南西山区 部分路数因瞬间强风倒塌路旁 雨水从山上冲刷下来形成长长的瀑布 也造成零星的土石滑落 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农作方面麻豆文旦再过不久就可以采收了 还好农民事前做了防范 后果期的时候因为我们就避免 温蛋去喷出到地面 或者说下雨的时候 那个雨水喷上来 会有续菌感染到温蛋 那我们就是尽量把比较靠近地面的 就用竹竿或者木架把它定高起来 如果有台风警报的话 我们就再做一次加强 速拉台风滞留时间可能延长 提醒民众人应提高警觉 多一份健身做好准备才能多一份保障 大爱新闻潘玉珍 陈立伟台南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今天一整天慈济志工也是非常忙碌 事实上从清晨开始 接获了各地的灾情通报 了解有些地方淹水了 有民众需要热食 全省慈济志工就开始动员了 一连串的报道先看的是新北市的三峡 三峡今天一早就传出淹水灾情 慈济志工出动 前往协助打扫 也为必要的地区灾民送上了热便当 哇 有阿密陀佛 淹水退去 民众家里一片狼藉 速拉台风造成三峡地区大淹水 当地慈济志工也立即动员 来到淹水重灾区绣船里 满地的泥泥垃圾 大家扫的衣服裤子全都脏了 国境弟兄也进驻协助居民清扫 因为没想到水会淹得这么严重 居民各个手忙脚乱 5点起来 没问题 我出来 到他了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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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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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里面村都摁对了 我以前怎么摁 我以前在哪里面 摁到腰子你会这样子 有啊 现在摁第2档 很久没摁 不只第一县的清扫志工 另一头三峡园区的志工们 也快马加鞭的煮着热食 要让每一位辛苦清扫的居民和工作人员 都能好好吃顿饭 分工合作 很快的无论是县长采访的记者 国君弟兄还是忙着清扫的居民 都拿到了热腾腾的便当 居民吃着志工的爱心便当 才发现原来自己这么饿 遇到这种事情 大家都很忙很慌 就会开始清理这些没有的 哪里没有东西可以吃啊 有了体力继续奋战清理 而这次不幸在执行时 往生的王姓远景 志工也在第一时间前往恩主公医院 安抚家属 为往生者助念 等待台风过后 志工还将进一步关怀访市 协助居民渡过难关 大爱新闻综合报道 好再看同样在新北市巴黎 有一座静爵寺 它的位置在观音山的山脚下 寺庙的附近最近被不明人士 恶意的倾到废土 所以当昨天晚上风雨来袭的时候 整个废土冲刷下来 恐怕有土石流的危机 静爵寺有三位的法师 还有一位在家居士 他们被迫连夜撤离 安置在老人活动中心 此际志工接获消息之后 今天一大早就前往 为法师们送上了香鸡饭和五穀粉 后续也将协助清扫工作 在观音山山脚下的静爵寺 已经拉起了黄线 暂时封锁 由于后方紧临山坡地 在豪雨冲刷下 大量的泥沙冲入寺里 而且在上方 还有一大片被人恶意请到的废土 十分危险 三位师傅和一位在家居士 正式被安置在老人中心 此际志工也在连夜撤离的第一时间 就前往关怀 一大早再送来香鸡饭和五穀粉 同时也承诺后续的清扫 此际志工随时都能动员 请师傅们安下心来 静待风灾过去 打来新闻 真善美之工 叶美慧同龄级台卫报道 台风今天凌晨在花莲的秀林乡登陆了 商人告诉我们要感恩台风登陆 破坏了它的结构 让其他地区减少灾难 但是对于秀林乡的民众来说 昨天这一夜真的非常的难熬 一夜的狂风大雨发生了土石崩塌 整个泥石流灌进了民宅当中 花莲静思经社的法师们一大早同样带着物资和粮食 前往附近的嘉明村关怀受灾居民 其中有一户人家表示 他们是连夜透过一张板凳翻墙 翻到了隔壁的浦明寺 才能逃过洪水的劫难 静思经社的法师们也提醒大家 要戒慎前程 期待风雨能够赶紧平息 一夜好雨造成嘉明村野稀上游发生土石崩塌 石块阻塞了河道 暴涨的溪水四处喘流 原有的马路成了河道 不曾淹水的农田也全都受灾 静思经社就位于嘉明村 知道邻居受灾 经社法师们马上动员 带来热腾腾的便当 关怀也了解村民的需要 趁那个里面很大的时间 就赶快出来看一下 关怀一下 就发觉到这里怎么那么 那么样的严重 问他们用早餐的东西说还没 工作人员 我们就送了一些工作人员 同时更不忘感恩救灾人员 彻夜进行输菌 平安现在是大家都平安 只是有一些水 就赶快抢修 在这里住了12年的赖春妹 不曾有过这种景象 经社法师们赶紧来关怀 邻居受灾的现况 是否需要帮忙 第一次碰到这种水灾 好可怕喔 临近近寺经社的浦明寺 也因为后方的铁门 被暴涨的溪水土石冲进一片泥泞 水溝满出来 然后就是烟浸南 门都冲坏掉 是 下午就可以冲泡 冲一点水 然后就可以 而住在经社后方的旅家 昨晚更是连夜撤离 靠着一张椅子 翻墙经由浦明寺 到家民排除所避难 你们几个兄弟姐妹都这样爬 全部吧 几个人 很多啊 警察要判啊 人平安什么都好 尽时尽社德鲁法师 带着受灾的民众 一起感恩 拥有的平安 也提醒戒胜前程的重要 戴行为刘珍珍 邓明英欢迎报道 的确从今天一大早开始呢 听闻从全省搜集回来的 相关的灾情 此机制工从凌晨就开始 启动了震灾机制 截至今天下午为止 目前已经发放出了 热食超过2500份 香鸡饭98箱 香鸡面30箱 生活包300份 毛毯241件 以及协助13户家庭展开 清扫工作 而四天下来 累积雨量比较多的地方 集中在宜兰的大同乡 雨量到今天下午的4点40分 已经达到1912.5毫米 上看2000毫米了 至于山区包含了台中和平 新竹坚实 雨量也都破了1000毫米 宜兰南澳靠近海边 雨量达到1062毫米 花莲的秀林乡 也就是台风登陆的所在地 雨量也逼近1000毫米 而今天各地最大阵风也是出现在兰雨 12级的阵风 日月潭跟无期都有9级阵风 台东大58级阵风 台东今天还出现了焚风 气温一度飙高到超过36度 这是今天一整天的状况 另外这个台风现在的中心位置 在台北的东北方50公里左右 它的行进速度开始加快了 持续的远离台湾 朝中国大陆方向前进 同时它的强度也不断的减弱 但是提醒大家 苏拉台风的暴风圈仍然窿罩全台湾 包含了外岛的澎湖地区 特别接下来要注意的 是西半部的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 都要小心台风尾造成的强降雨 听听气象区的说法 要显示在中部的强降雨的区域 每小时的雨量都有超过50毫米以上 其中还有一些雨量有超过 每小时100毫米以上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 中部地区这样每小时的强降雨的情形 预计到今天晚上之前 这样的雨势都会持续 好 气象区提醒大家到今天晚上 甚至到明天凌晨这样的雨势都会持续 先前雨下的比较大的是在宜兰的山区 以及中部的山区 接下来要警戒的包含了平地的桃竹苗 和中部彰化嘉义南投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都要严防 好雨的状况 接着我们就来看彰化 现在彰化也是因为一整夜 加上今天白天的大雨 传出了灵性的灾情 大屋城被大水覆盖 滚滚黄水夹带泥沙 根本看不清路面 这里是彰化市张南路 下午一点多 一名老翁疑似跌落大排水沟 被冲进大渡溪里 刚才就是有听到说有一个小鱼匠 在那边附近的土地公廟 在那边要回到的是 下方人员紧急出动救援 下方人员紧急出动救援 无奈水势太过湍急 暂时无法下水收救 只能在岸边查看 目前还积极地来收收救当中 出动了两部船艇 那还有一销动员一销还有锦销 来前往来进行来收救 彰化灵性灾情不断 雨大风强 田中镇山脚路 有一处工地阴架被强风吹落 阴架倒塌在外 阴架倒塌喔 要煮个压面吗 像是四十五岛 那现在是在转发会 现在要把他拖掉吗 为了民众出去的安全 我们叫这个保障 在这个今天特地要进出马上海 要拖堵 保障这个山脚路的通行安全 紧急出动大型机具清理 恢复整齐市容 避免用路人受伤 戴相彰化综合报导 根据消防署的最新统计 苏拉台风在全台 已经造成五个人丧生 将近七千人撤离 另外全省到目前为止 只有21万户市停电的状况 关于各地的灾情 还有最新的修复状况 以及慈激助攻在全省 动员救灾的最新报道 请您锁定今天晚间提早播出 在六点半钟的大爱全球新闻 我们带给您完整的台风讯息